突发新闻 印军开枪了 根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指责印度军队在边境争端中开枪警告 9月6日周一 在两国之间再次出现紧张局势之际 中国指责印度部队违反双边协议 并在有争议边界上与中国人员发生冲突时向空中发射警告弹 军方西部指挥剧院发言人张水利在周二早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说 中国边防部队采取了对策来稳定局势 声明没有明确这些措施是什么 也不清楚中国军队是否也发出了警告 双方都遵守长期协议 避免在穿越喜马拉雅山西部的民港高空边界使用枪支 尽管该协议并未阻止人员伤亡 6月的一次冲突中 有20名印度士兵在亲身战斗中丧生 这一事件导致中国和印度在边境增派了部队 根据中国军网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大笑就印军再次非法越线挑衅发表谈话指出 9月7日 印军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攻湖南暗神炮山地狱 印军在行动中悍然对前出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 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稳控线的局势 印方行径严重违反中印双方有关协议协定 推高地区紧张局势 急易造成误解误判 是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 性质非常恶劣 我们要求印方立即停止危险行动 立即撤回越线人员 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严肃查处鸣枪挑衅人员 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战区部队将坚决履行职责使命 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突发新闻2冒号 两名澳大利亚记者紧急逃出中国 根据路透社和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在中国警方对他们进行训问之后 有两名澳大利亚记者在一夜之间逃出中国 在中国拘留了为其中央电视台 两人周一在澳大利亚外交官的陪伴夏菲蒂上海 并于周二早些时候抵达悉尼 这起事件发生在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恶化之际 此前上个月 作为CGTN商业新闻主播的澳大利亚人 程磊被拘留 中国当局没有给出拘留陈的理由 ABC说 澳大利亚外交部上周警告比尔他应该离开中国 但在周四预定出发的前一天 七名警官在午夜搜查了他的家 并说他被禁止离开 警方说 他们想就国家安全案对比尔提一些问题 这促使他紧急向澳大利亚大使馆寻求庇护 ABC表示 本周晚些时候 在澳大利亚外交官在场的情况下 中国警察对比尔进行了训问 并取消了旅行禁令 史密斯也于当晚在上海被警察查问 两人均因与程磊的联系而被闻寻 澳大利亚今年早些时候警告其公民 他们面临在中国遭到任意拘留的风险 两年多以前 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 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纽带开始恶化 当时 澳大利亚当局开始采取行动 反对中国日益增加的政治干预和影响力 澳大利亚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国际呼吁中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进行了调查 这令北京特别恼怒 该病毒始于中国武汉市 自那时以来 中国已采取措施遏制澳大利亚的主要进口商品 并鼓励中国学生和游客不前往澳大利亚 在作家杨恒均因涉嫌间谍罪于2019年1月被捕后 程雷是第二位在北京被拘留的被受瞩目的澳大利亚公民